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北市李宗盛乐团在10月底 举行完这个歌剧奥太罗之后呢 11月开始都有非常多的这个客行乐家 来北市郊指挥演出或是独奏等等 那是让人非常期待 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台北市李宗盛乐团的代理团长 郭佩瑜 郭团长来跟我们聊聊这次的节目内容 团长好 粉丝朋友大家好 那我想先问一下团长 因为像这个疫情的时候啊 我相信这个乐团其实 在邀请郁佳的时候都非常同大 是 没错 我们很多延期 我觉得我很好奇是 这一次的这些音乐家 其实应该也都是在这个边境 还没有很确定的时候 就是邀请的吧 对很多是之前 还没有疫情的时候邀请 然后因为疫情延期 或是再重新调整 再重新book时间这样 那这样在邀请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的困难呢 因为那时候你也没有办法跟他保证说 你一定不会被隔离啊 或什么之类的 我们邀请的时候 我们都会告诉他 我们台湾的一个政府的政策 比如三加四的隔离啊 或是零加七的隔离啊 那我们就是要戴口罩啊 那音乐家可能戴口罩排练下 会有一些顾虑 所以就会取消 有的就会配合不戴口罩 所以我们非常的珍惜 现在音乐家来台湾 我们会做一些必要的安全措施 让音乐家的保持社交距离 相信这些音乐家 应该听到我们最近这个边境开放 终于不用隔离三加之后 应该都蛮开心的吧 对 没错 那11月开始呢 北市家有什么精彩的音乐会 11月的第一周 我们就有永恒的音乐告白 这一场音乐会 是以林旺杰来做我们的客席指挥 那我想林旺杰 对国内的爱乐朋友来说都不陌生 TSO跟林旺杰的渊源也蛮深的 那我们就是在2019到美国巡演的时候 跟他就是有密切的合作 然后当地的乐评也非常好 所以我们决定2020也再邀请他 跟我们一起合作 那可惜就是因为疫情 所以又延到今年11月6号 好 那除了林旺杰指挥呢 要指挥这个蔡和夫之一交响曲 第四号之外呢 这次还有个独奏家是Nedic 那其实之前我觉得大家可能有点印象 他好像去年就来台了 对 可是因为疫情 他配合做了隔离以后 因为台湾又三级警戒 他隔离完以后就离开了 所以就非常的恶怀 所以我们这一次一定再把他邀请回来 对 那我觉得非常感谢他 这次还可以很热情的回来 对 那除了他演出这个莫达特的单狂管齐奏曲之外呢 我看到北市交前阵子还公布了 他还会多一场独奏会是吗 对 我们会多一场 跟TSO独奏家的一场室内乐 对 那这一场也很特别是 他有他自己自创的曲目 然后他也有改编的曲目 其实我觉得还蛮感谢他的 就是去年来 关了14天就飞回去了 但今年一来 一连开还开两场这样子 对 再来就是这场节目 其实我个人看到就是非常兴奋 因为11月20号的时候 北市交就要请到 我这次6月的时候 我去采访这个范克莱的钢琴大赛的时候 非常喜欢的这个银牌得主就是格努先念 对 那我也很好奇 北市交怎么立刻的就邀请到 这位银牌得主来台湾 好 我想就是不管疫情如何发展 我们TSO都非常的关心 国际乐团发生的大事 所以在整个范克莱的钢琴大赛 在举办期间 我们都有密切的注意 所以其实那时候 就一定有发出这个邀请 其实我个人可以谈一下说 为什么我那么兴奋 这个更新要来台湾呢 因为如果大家之前在6月的时候 看我的每天的直播 应该可以知道说 我那时候其实是非常支持他拿进台的 对 就是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很很成熟的一个钢琴家 而且他的音色啊等等的都非常的会让你觉得 哇 他是一个一定有一家之言的一个钢琴家了 而且我觉得最特别的是 其实在我出发去美国之前 我个人没有特别喜欢他 对 因为那时候我是看YouTube 相信大家很多也都看YouTube 就是他们的这个比赛的这个转播 那其实看YouTube的时候 我那时候我就觉得他的诠释有一些 我好像不是很说服我 可以到现场之后你就会觉得 哇 你就不禁的被他的诠释深深吸引进去 对 所以我觉得他真是一个你一定要来现场听的一个钢琴家 对 那他这次演出这个才不是第一号钢琴节奏曲 其实也就是他在这个决赛演出的曲目 对 那而且我觉得最特别的是说 因为当时后来结束 我们在访问他的时候呢 然后那时候呢 他其实是怀孕六个月 对 然后参加了那个放开门当心大赛 还得了银牌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我们问他说 那这个怀孕对你有没有影响的时候 他的回答就有说 唯一影响就是呢 他可能没有办法用尽全身的力量去弹 拆个不知第一号钢琴节奏曲 因为我刚我有看到前阵子的新闻 就是他已经很顺利的生产了 所以他这次可以用一个完全取的状态 来弹这首曲子 所以其实真的不能错过这场音乐会 对 非常的特别 现在讲的是11月的节目 那12月本市交友还有很多很精彩的音乐会 对 12月2号我们原来有安排的客席指挥跟独咒家 就是因为没有办法配合我们的隔离跟戴口罩的政策 所以他们后来决定取消 那所以我们又经过我们很多方的研究 后来我们就安排了一个来自爱桑林养籍的指挥 搭配一个哥本哈根的大体型家 都是非常年轻的潜力鼓 再来一场呢 其实我看到的节目的时候也是蛮开心的 因为看到的是路易轩就是Eric Lu 他即将要来台湾 然后演出的是肖邦第二号钢琴节奏曲 对这个也是非常的特别 那因为在9月30号 我们知道路易轩也去带打了柏林尼 好可能 对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非常指标性的一个特别的演出 所以我想路易轩对我们来说就是 这场音乐会应该是非常的精彩 好12月10号呢 除了路易轩要演出肖邦第二号钢琴节奏曲之外呢 还有李帕瑞契也要指挥 演出李嘉舌老师的英雄的生涯 其实是蛮精彩的 而且他之前也跟本社交合作过 那时候的品赛是非常的好 那刚刚呢团长其实有偷偷跟我透露 好像还有一些节目是之前没有公布的 对 这个我们就是算TSO要送给月迷的圣诞礼物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节目内容呢 这个呢 还不能讲吗 到底是可以讲还是不能讲 可以啊可以可以讲 好 我们要邀请凡格洛夫来我们台湾演出两场 OK 所以其实就是小婷一家凡格洛夫即将再次来台 对 所以我们的月明呢 在参加圣诞party之前 把12月22号跟23号留下来 那我相信应该最近就会有一个正式的 这个节目的公告了 对没错 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而且刚刚团长说 就是在12月22号跟23号这两天 大家先不要排这个圣诞派对 先把它留下来交换礼物啊什么都等等 或是早一点或晚一点 对没错 那讲到礼物啊 其实刚刚团长也有跟我说 这次贴手好像也准备了一些礼物 要送给月迷们 对 这个是我们这下半年的月季的一个新的设计 然后我们也考虑到我们的整个宣传单张 大小 大小 对所以我们希望民众拿到这个单张 可以夹到这边 然后可以做一个收藏 OK 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资料夹 那我刚刚打开的时候是觉得非常的精美 因为连这边都还有做一些挖洞这样子 所以它是一个蛮漂亮的资料夹 那怎样可以得到这个资料夹呢 我们在音乐会现场只要有加入 用Nine加入到我们的四郊粉丝团 我们就会送给大家 OK 那其实这个东西呢 搭造的时候 听到四郊的音乐会的时候呢 就可以注意一下这个前台 到底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很精美的 TSO的今年的月季资料夹 那也很期待呢在11月开始 制造这么多精彩的音乐会 可以在现场见到大家 那么今天早安汇报就到这边咯 大家再见 拜拜 今天母鸡早安汇报的特别篇 大家还喜欢吗 喜欢的话 麻烦我们按个赞 或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有任何意见的话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 那么母鸡早安汇报的特别篇 下次再见咯 拜拜